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 本赛季中超联赛第七轮比赛的现场直播 在这个时间段进行的一场较量 由大连一方在主场迎战天津全舰 比赛已经开始了 大连一方是穿着蓝色上衣 深蓝色的短裤 天津全舰是穿着白色上衣 红色的短裤 开始接战我们看 这球成功不错是个机会 产球倒地裁判判了点球 比赛刚开始五分钟不到 客场作乱的天津全舰 由孙可为他们赢得了一个点球的机会 这个球朱挺在产球的时候 他是避免孙可在第一时间射门 但是孙可其实并不是在第一时间射门 而是转身用身体倚住了他 结果这一个动作就犯规了 我们来看 这是莫德斯特的回接投球一蹭 这个球确实是犯规 没有碰到球 直接一个剪刀腿是 绞在了孙可的右腿上 这个犯规应该没有任何话说 对 复明判的也很坚决 一个点球 大连一方是很 寄希望于本场比赛能够在主场 利用优势取得中超首胜 但是现在看起来难度有点大 打门 很干脆 莫德斯特 开场第六分钟 通过点球 天津全舰 一比零领先 现场的雨下的非常大 对 就打的是角度跟力量都是相当浮测 就对张冲来说 铺就有难度 虽然他猜错了 猜错了 猜错了 猜对了方向 这刚开局 这个大连一方 这个重重挨了一棒 这个赛季呢 他们难求一胜 而且尤其是在主场 现在还没有取得开门红 空中能有 尤其是在草皮上有蹦跳 现在不用太高 这球好球 还有这球 这球先把球控制住 交给身后的队友 卡拉斯克 盖坦 这球盖坦和卡拉斯克两人 并没有完全想到一块 卡拉斯克最后射门 是他临时个人的调整能力比较强 压的拔 已经把天天全见的整个天天 好球 穆谢奎有机会 这个球 裁判犹豫了一下 给了点球 穆谢奎在第一时间 如果对方后卫不在身后 去往前送他一下的话 他那个点应该可以抢到 应该是给了点球 而且要可能 他可能有点拿不准 然后是不是要争取要为这个 时空裁判 这个球穆谢奎在第一点 其实是有机会 能够直接射门的 但是防守队员把他往前 你看就这一下 手上往下拽了一下 刘一鸣这一下呢 他认为自己碰到了球 其实这个 这球是个反规 腿和手上都有 卡拉斯克 面对张璐 助跑 打门 干脆 很轻松 双方各自的点球 进的都很干脆 一比一 上半场的最后阶段 几乎是压售吧 大连一方队追平了比分 看到啊 这个 世界顶级的这个外野 来到我们赛场 能够打定个点球 也显得很 很兴奋 这边呢 已经把它研究的比较透彻 哎呦 卡拉斯克这个 能力强在哪 强就强在这些 这球 这球传着不错的后点 停 打门 哎呀 没有压住啊 这个球 像赶踩的右脚 就是瞄的 这个 这可能还不是盖踩 这可能汪静贤 他太想发力了 这球其实打准 是最重要的 有危险 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了 卡拉斯克 进去了一边 自己被围住了 没有了 比赛结束了 比赛结束了 这样的话 大连一方队取得了主场的两连评 当然 苏斯特尔上任之后 他们的 这种 止损状态的回升 是有目共睹的 当然成绩什么时候 再出现提升 就看他们的首胜 什么时候到